大家好,準備送牛刑虎了 我今天繼續努力,不放假住 冬季轉會槍,繼續講轉會評論 今天就開始講一些官方宣布的轉會 先講巴塞這一單 講起巴塞,最近也有好消息 除了巴塞又有球員加盟之外 也開始見到公義的彰顯 前巴塞主席巴杜姆以及其手下的惡行 就開始逐一被披露出來 而且即將會告上法庭 例如亂禁開發票 不管是做完沒有 還是從頭到尾有沒有工作都好 都亂禁開發票給一些公司 而那些公司跟自己有些麻煩的從中獲利 還有就是收購球員過程當中 就開出比市價高於過多的佣金 例如通常佣金都只不過是轉會費的5% 但是巴杜姆就調高到25% 就是利益輸送的 一於告上法庭 前主席巴杜姆搞到巴塞 現在財政陷入危機 甚至乎可能是要考慮 將球會私有化 將49%的股份出讓給其他公司集資 但是如果一下子不小心 被人買多超過50%的股份 被人惡意收購 巴塞董事局就沒有了控制權 所以巴塞會員 又未必會投票通過這個法案 但是如果不通過這個方案的話 巴塞的財政又會繼續緊張下去 亦都會開始跟黃馬、曼城、巴黎這些球隊 越拉越遠 你都見到的 最近巴塞的轉會是相當麻煩的 我們經常聽說 一定要某軍離開 才可以買人 或者入到人 或者註冊到人 例如現在 經常說要單給你走 巴塞才有薪酬空間 去收購摩拉達 不過幸好 有一個人 情與意 值千金 竟然肯大幅度降薪 為了回歸巴塞這間舞會 不需要等待單給你走 巴塞都可以進行運作 這就是來自狼隊的阿當馬 而且經以官方宣布租借加盟 可能會有人說 是阿當馬不能去熱賜 熱賜開出只1500萬英鎊的條款 當年狼隊都用了1800萬英鎊 由米道士寶買他 你現在熱賜開1500萬 就是少了300萬英鎊 變成狼隊洩 狼隊當然不放給你熱賜 現在巴塞肯租借半年之後 用3000萬歐元買斷 當然是放給巴塞 但我都想說阿當馬 都是可以拒絕巴塞的 因為巴塞真的出不起什麼工資 而他竟然肯大幅度降薪 他本來在狼隊一年賺240萬歐元 半年賺82萬歐元 但他現在租借巴塞半年 他只是收35萬歐元 他足足放棄了85萬歐元 阿當馬這次大幅度降薪的概念 就是我們在香港打工 例如一個月賺25000元 現在轉工大幅度降薪 剩下多少? 剩下7200元一個月 你本來賺25000元 現在給你7200元 降薪七成 香港人應該沒有一個肯 應該沒有人肯制 但阿當馬是肯制的 你說厲害嗎? 雖然很可能 只不過是為期半年租借協議 他之後正式轉回巴塞 人工可能會調整 但他都算是肯在巴塞水深火熱 最等人用 但又不夠薪酬空間的時候 肯主動降薪來幫忙半年先 都算是情予異值千金 在這個年代來講 七年之後都依然這麼深愛他的舞會 當然這些情操很令人感動 而且我也認為跟他本身的性格有關 阿當馬除了足球之外 就看起來沒有什麼嗜好 又不喜歡買名車 又不喜歡買豪宅 又不喜歡玩摩托 他現在甚至連女朋友都沒有 那真是很省錢 他基本上跟普通人的生活都沒有什麼分別 我們普通一間小屋就夠住了 他就是這樣 吃又麻 沒什麼所謂 沒什麼要求 出入又不是有靚車駕 很省錢的 練完球沒什麼要做都不去玩 全日留在健身室不停舉鐵練功 難怪為什麼他可以突然之間 由這個是中馬的巴賽 那時候的中馬 現在就練到去到狼隊的超加大馬 練到這麼大隻 足球界的是少林武功來的 不貪球榮華富貴 專心一致修煉 所以大幅度降生七成他都沒有所謂 最緊要就是回到老家 真是令人想起劉德華的電影大隻佬 他真的很大隻 不過大隻佬了 回到巴賽是否真的幫到手呢 他現年26歲 都可以說未過高峰期 他也肯定沒有單比利那麼多受傷 而且他那麼大隻 速度那麼快 在英超都那麼屈肌 雲迪克有時都未必頂得住他 去到西甲一定可以用身體對抗性 大隻佬速度屈死 而沙維今過冬季轉會槍一口氣 就簽了兩個邊線進攻點 包括費倫托利斯和亞當馬 當然想玩回433雙翼齊飛 我絕對不擔心沙維的進攻站位 或者整體結構的戰術問題 但問題就是我擔心亞當馬能否融入 他雖然是來自巴賽清分出身 但他很快就被放棄了 他一直都只是繼續可以在較低的組別當中聯賽發展 直到2018年才是轉會狼隊 才是踢英超 主要原因就是他雖然是巴賽出身 但竟然整體意識是可以很差的 而把握力其實都一般 通常他射門都是大大力正面抽擊 就欠缺射門技巧 而個人突破也只有一招半吃 就是一直帶著球 用速度或者對抗性強行突破落底線傳中 他的助攻數據很多時候都是來自這個方法 他之前在英冠和英超 個人突破的數據都試過拿第一 他曾經也試過有一年個人突破的數據 比尼馬、夏薩達和美斯更好 而且他上陣的時間更少 比這三個天王巨星 當時他肌肉也不是很發達 但可以利用兩隻腳 都可以推進大波 以及有二段加速的優點 不停扭過對手 去到英超練到很大隻 當然是用身體對抗、速度去屈下去 但他也試過只剩下71%的傳送成功率 以及很少傳送紀錄 這些是接近業餘的水平 即是說他個人突破就世界頂尖 但他的合作性就是業餘水平 所以我們看到他在郎隊的初期 都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獨扭合 非常欠缺整體意識 難怪當初巴塞會放棄他 可能你會問後期他有沒有進步 他試過在一季當中 以三個入球一個助攻 雙殺哥迪奧納的萬成 連哥迪奧納都稱讚過他 當年巴塞都試過派球探去 特地看回他的表現 巴塞似乎這次都不是亂招覽他的 有想過 會不會都表示著亞當馬驚異進步 我會說亞當馬打英超之後 是有些進步的 多了傳送、多了和隊友配合 但不要忘記有一個基本性的問題 就是狼隊始終是主打、穩守反擊 所以亞當馬個人突破屈擊的數字 其實是來自快攻或者反擊的 即是可以讓他大範圍奔跑 多空間突破 才能發揮他的肌肉耐力和速度 而且最重要是容許他一直拿著球突破 但去到巴塞主要控球在腳面對密集 就是只剩下短距離奔跑 以及狹窄空間突破 而且更加不容許他繼續不停帶著球自己去 那他還能否發揮他的強項呢 面對密集要做六頁一定要有整體意識 即是要懂得沒有球走位 不是一味帶著球 雖然最近巴塞的整體組織力都下降了 開始多了要靠球員屈擊 但是面對密集的屈擊和打反擊的屈擊又不同 如果面對密集一直打反擊 拿著球突破 你面對密集這樣拿著球去 就很容易脫腳 你力氣得好像尼瑪一樣 都是一樣的 你拿著球過了第一關 就會開始脫腳 就變成你很難拿著球過第二關 甚至第三關 何況就是經已太過習慣於大範圍跑動打反擊的阿當馬 究竟阿當馬捕捉面對密集當中沒有球走位的時機 走位路線有多好呢 這裡存在疑問 阿當馬的主要問題就是他從來沒有踢過強隊 他很快就被巴塞放棄 然後在低組別、英冠聯賽當中游走 暫時最厲害就是踢到英超中型班狼隊 才能發揮到他的毒瘤反擊的突破力 而且一直都是泰國習慣這樣打 但是現在終於回來武會巴塞 都算是踢強隊 就變第二件事 在巴塞當中 要看教練團隊可不可以幫他開竅 巴塞的清訓系統就試過失敗一次 開不了竅當時放棄了他 七年前就幫不到他 七年之後就錯過了最好的學習年紀 他26歲了 那還可不可以開竅呢 這裡就很值得觀察一下 所以我非常欣賞阿當馬 情與義值千金的情操 不過他都要很努力去開竅 我意識要有才行 如果不是的話 你就只是有心無力 你很有心回來 但你就未必幫到手 記得要多點Like 多點Like的話 我的影片才被推送 多謝你了 去到Patreon的片尾彩蛋部分 這裡我會開始跟大家 預測估計一下 他開竅的機會率有多少 記得去Patreon支持 如果你都想對於何榮的堅持 去作出實質性的支持 你可以加入Patreon 其實港幣40元都不用 就很幫到手 已經聽完所有Youtube可以聽的片 亦都有片尾彩蛋 還有獨家的Patreon節目 包括預測和其他的節目 當然就是沒有廣告的了 7元美金的話 再加上每個月兩次的專屬直播 收到賽前的陣容 再有30分鐘的直播預測 9元美金就有了 精裝版的微觀昇華同步 現在的微觀昇華同步 就去到精裝版了 是會對比本周所有的賽事 去來一些更加清晰 更加精闢的評論 是不會重複 是蔡侯萍當中講過的論點 是有更加多額外的 更加深層次的分析 希望在Patreon見到大家 如果你是沒有信用卡的話 不要緊要 你可以裝一個拍照 即是Tap & Go的程式入手機裡面 或者八達通App 入手機裡面 然後你就去便利店增值 就可以當信用卡這樣用 多謝大家了 拜拜